大股翔平日前在場上敲出的第五十支全雷打造成不少的轟動 也成為歷史上第一位五十轟五十道的選手 而当时在场上其实就是有一个幸运的球迷捡到了这第五十轟的球 他也随后在美国的网站上竞标 最后是由台湾投资公司优势资本以1.41亿台币得标了 现在也证实说会在拍卖会的流程结束后把球送来台湾 而这颗球因为它的纪念意义非凡 是用税则第九十七张被归类成珍藏品 球到台湾之后可以享有免税通关的待遇 优势资本公司也计划说在拍卖会相关的程序结束之后 会在台日双方合办公益展出 让球迷近距离的来看这颗很有历史意义的纪念球 来推广台湾的棒球运动